在之前的剧情中,为了救回被可可丽亚抓走的雷电牙医,Kiana等人潜入了ME社总部。 挡在他们面前的是被控制的Bronia。 在战斗中,Bronia烧毁了自己脑中的生物芯片,摆脱了可可丽亚的控制。 生物芯片被破坏的Bronia也陷入了昏睡之中,即使是胜负雷亚学员的技术也没有办法帮助她醒来。 为了救助Bronia,德丽莎来到了圣弗雷亚学员地下的中央教堂,在那里隐藏着天命组织最高的生物技术,然后新的故事开始了。 搜索,人脑接入生物芯片相关资料。 在天命核心数据库中,搜索到713条记录,其中712条记录由于和西灵计划相关,被列为最高机密,所以无法访问。 又被那家伙藏起来了吗? 那么,剩下的那一条呢? 在2000年2月7日,在西伯利亚的巴比伦实验室有相关记录。 2000年2月7日吗? 可恶,居然是在那个时候。 数据库,帮我调出相关的记录。 遵命者,则丽莎大人。 诶,屏幕开始消失了,我要赶快跟进去才行。 虚拟空间构筑完毕。 时间,2000年2月7日,下午3点。 地点,西伯利亚,巴比伦实验室。 这里是……哪里?